醫生 這個類風式性關節炎 可能在我們生活周遭 也有人是有這樣的症狀 可能比例上 它也不多 但也有見到 但是在新醫的 現代醫學的觀點來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症狀呢 OK 那類風式性關節炎 我們正式的病名 在英文叫做 Rheumatoid arthritis 簡稱就是RA 它是一個主要影響 關節為主的長期持續性疾病 那它是一個免疫相關的疾病 所以它會導致關節的發炎發熱 然後或是腫脹疼痛 那疼痛跟僵硬有時候在休息之後 反而更加的惡化 為什麼 對 所以它可能長時間 擺同個姿勢太久之後 早上起來的時候 覺得關節很僵硬 反而是活動一陣子才會比較好 是 那最常見發作的關節在手腕 或是在身體兩側相同的關節 比如說膝關節 懷關節有可能會發生 我什麼印象中 我經常看到都是指關節 指關節也非常的常見 但是因為指關節的 我們通常看到的問題在於 腫脹變形 早上起來不會特別去動到手指頭 可能是大關節 你會比較容易注意到 是 那如果以我們傳統醫學中醫的角度來看 那它是什麼樣造成的 在《皇帝內經》裡面就有提到 它是這個瘋寒濕三氣雜誌 所以何為弊 它會專指在關節病變的避震 那它一樣是關節變形 疼痛 活動受限 僵硬這些是特點 那在於一些久病的病人 我們仍然認為它和肝腎虧虛有關係 所以在這樣的基礎之上 如果又有瘋寒濕的外血來導致 它就會容易發病 除了這些還有哪些的症狀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包括說關節的腫脹 變形疼痛 或是說像有的病人他長久之後 關節可能會有一點變形 所以他在活動或是你按壓關節的時候 會出現所謂的關節摩擦音 這什麼意思 是有點像啪啪啪這樣嗎 我們術語叫做黏髮音 就是說有點好像你摩擦頭髮 就是把頭髮在耳朵旁邊這樣子揉黏 發出這種細細碎碎的聲音 叫做黏髮音 那這種通常代表說 你的關節已經輕蝕受損 到變形的程度 所以它在活動的時候不是那麼順暢 然後摩擦產生的聲音 它的第一步是會有什麼樣的症狀 最初 最初比較常見的還是以關節疼痛 或是腫脹為主 因為它先要有免疫系統的異常 去攻擊關節 那造成它的損傷之後 才會慢慢出現後面 包括僵硬 摩擦音這樣子的問題 那避震是什麼樣的人 會耗發這種避震 那我們剛剛講就是 這樣的病人 通常他基本上可能有 肝腎虧的問題 是 所以來看的病人 很多都是相對年紀比較大的病人 那因為肝腎虧 它可能就會存在一些 比如說像身體虛弱 症氣不足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反過來像這樣的病人 如果他不是正在紅中熱痛 不是正在發作的過程 他希望透過中醫的調理 可以改善他背後的肝腎虧的話 其實也可以收到不錯的效果 是 那您剛剛講到就是 他可能因為肝腎虧 那也是比較好發在 年紀比較長的人 就是臨床上也是這樣的表現嗎 如果是以炎症 免疫反應來講 當然有的人是從年輕的時候就有 但是他慢慢慢慢的損耗 如果說在我們中醫看到 他已經發作起來 其實都是年紀比較大了 那我們觀察到說 這樣子的病人 可能有這樣子的 肝腎虧的基礎 然後又有所謂的 外來的風 寒 濕 外邪 這些去影響 所以我們在中醫臨床辨症的時候 又會分成譬如說 封壁 寒壁 濁壁等等 不同的陣型去做治療 是 那在辨症論治的話 應該是怎麼樣去做 比如說我們從頭 封壁的話通常就是說 它可能會在不同的關節發生 有時候手腕 有時候手指 有時候手肘 有時候膝關節跑來跑去 像風一樣 我們可能就會選擇一些 像屈風通落的藥物 那比如說像木瓜 這樣子的藥物 是 那如果說是寒壁的話 是 那它可能會耗發在 比如說冬天的時候 或是你可能因為其他的原因 搭飛機到一個比較寒冷的地方 然後受寒之後產生 那寒壁的話 我們就會選擇比較熱性的藥物 然後去讓它通筋止痛 那濁壁的話通常和濕氣比較有關係 比如說台灣是一個海島型的國家 我們這邊的濕氣的確比 譬如說歐美這樣子的 大陸型氣候國家要濕很多 那像這樣子的濕壁的病人 他常常覺得關節是酸重 無力 那腫脹感 發熱感 其實不見得會特別嚴重 但是他就覺得關節力氣出來 然後漲漲的都沒有辦法活動 那像這樣子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使用一些 比如說像除濕通落的藥物 比如說藝人 情膠 這些這樣子的藥物 是 那如果說這一些反復發作 如果久了 育兒化熱的話呢 就需要加上清熱的藥物 那就看病人的臨床症狀 有時候一些局部的清熱藥物 或是外洗方都會有幫忙 所以他在痛的時候也可以泡 對 就是有一些浸泡用的 或是說燻洗用的藥物 那因為我們需要去除濕通落 那像成熟常常會選用一些 像是汙頭 穿汙頭 草汙頭 那這樣的藥物 其實是比較不太適合服用的 我們就會讓他勳針 在病人局部關節疼痛的地方 達到痛落止痛的效果 那針灸呢 針灸本身在於急性疼痛的時候 相當好用 比如說像關節急性的腫脹疼痛 或是像有一些病人 早上起來 沉漿會維持比較久 他覺得沒有辦法活動 我們可以利用局部的針灸 去達到增加他關節活動的效果 那會取哪些穴位呢 常見的手部穴位的話 那當然一般是看說他疼痛的位置 那一般比如說 假設他出現在長趾關節中間的話 我們可能會取河骨 那手腕關節的話 我們可能會在這邊取羊齒穴 那一些比如說比較廣泛的穴位 也可以取到中主穴 那或是在長趾之間 每一個手指的末端 這個縫隙的地方 還有所謂的八血穴 因為左右各四個 總共八個就叫八血這樣子 那我們取穴的話 最常見的河骨穴 其實是我們一個胃腳常用 養生常用的大穴 那我們通常就核脂病長 那我們在這個 這邊的肌肉最突起處呢 這一個點就叫河骨穴 那通常他會在第二指的 趾骨的中段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邊找到之後 往下按 試看看會不會有酸脹的感覺 如果有酸脹的感覺的話 通常就找對了穴點 那我們剛剛講到 手腕關節這邊的羊齒穴呢 它的話如果說你輕輕的 把手腕往上彎 它這邊會有一個淡淡的橫紋 它大概就是在終點的地方 這個是羊齒穴 那中主穴相對就比較不是 那麼酸脹明顯 它大概是在第四指 跟第五指指骨的中間的地方 在這裡面中主穴 那當然如果說病人 他已經不是在急性疼痛 他是在一個相對不是那麼 正在發炎的狀況 他有時候只是單純伴隨僵硬 或是腫脹的感覺 有時候我們也會直接在 關節的兩側紮針 去改善他僵硬的狀況 是 所以這個就可以立即緩解他的疼痛 就是比較效益比較好的 蠻多病人都會表示說 他紮了之後覺得手會比較鬆 比較能夠活動 對 那就像我之前有一位病人 他真的是 因為也從開始有症狀 一直到在門診求診 也經過了好像將近要十年 這麼久 對 他的手指其實都已經是 有變形了 算是一個比較長時間疾病的病人 那病人本身他也已經六十幾歲 是一位老太太 是 那他來我們中醫的主要原因是因為 其實他在西醫那邊已經用藥一陣子 然後他也無論是在急性期的消炎藥物 或是在慢性期的一些免疫調節優物 他也都是在使用中 其實他的關節他一直覺得說 那種腫脹僵硬的感覺 他覺得不是很舒服 雖然沒有再繼續惡化 但是影響他的日常生活 OK 那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那他就 病人就會覺得說 希望可以藉由中醫的調理 改善他的生活品質 那也的確這樣子的 老太太在紮針幾次之後 就開始慢慢覺得關節比較鬆 是 那像這樣子的病人 有時候早上起來 僵硬 甚至會覺得肢體發冷 即使是夏天也一樣 是 那我們再幫他用藥物的調整 或是說配合一些大穴之後 他會覺得 手腳末端的氣血也變得比較流暢 比較暖和一點 我們來介紹一下 像左邊這個就是正常的關節 是 所以在正常的關節中間 它會有一個藍色的關節囊 有滑液在裡面 那當你的關節受到免疫系統攻擊 在每個關節連結處 它可能就會受到破壞 所以一個是它的關節液裡面 可能會有發炎物質 再來是說 關節跟關節交界處的軟骨 它變形了 對 它就會受到損傷 就會破壞 所以像我們剛剛提到 像病人會有所謂的黏髮音 就是因為它的關節受到破壞之後 會有這種類似像摩擦的聲音 那破壞久了之後 它沒有辦法維持原來的形狀 一方面它在腫脹的時候 會呈現像這樣子 縮狀的感覺 對 所以它叫縮狀的腫脹 再來是你看它的指節 也就開始有一點這種 像天鵝禁止狀這樣子的變形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標準的 類風濕性關節炎的一個變形 醫師今天要介紹這道藥膳 是適合類風濕性關節炎的患者 來平常來使用的 是 疏解疼痛必痛這樣子的一個湯 準備的材料有 藥仁木瓜 它是藥材的木瓜 還有生金草跟千年劍 其實這些藥材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類風濕性關節炎 它可能是風寒濕造成的避震 所以這些藥材 基本上它都有 屈風散寒除濕這樣的效果 尤其是生金草跟千年劍 所以這兩個都是有這樣的作用 對 希望讓它效果變得比較明顯 那木瓜它就是除濕 通酪 所以它其實在一些 濕氣比較重的症狀裡面 也可以常常使用 那藥仁是更常見的 我們常常就會拿來煮粥 對 利濕 腎水 然後利尿等等 那我們這個時候有可能會配 比如說像海參 蹄筋這樣的食材 因為它就有膠質 有膠原蛋白 讓我們這個關節感覺有修復 增加它修補的材料 是 那我們做法是這樣 中藥這些部分 我們可以先用紗布包好 我們是為了它煎煮出來的藥性 這個藥材本身我們不需要使用 所以我們就把它用紗布包好 放入鍋中 加水之後就用大火煮 然後再用小火煎40分鐘 那通常像有的人他就會考慮 像傳統煎藥或什麼三碗煎做一碗 不過因為我們是藥扇 煎煮出它那個藥的味道 顏色這樣就可以了 是 那蹄筋跟海參就洗乾淨 切斜段可以先泡發 那一樣蔥就洗淨切斷 這樣就洗淨切片 那還可以加一點太白粉水 後來就勾芡 是 蹄筋可以先跟我們剛剛煎煮好了 藥湯一起小火燉 大概20分鐘 先讓那個藥味可以入進去 對 比較入味 不然它沒什麼味道 對 而且蹄筋的確需要稍微燉一下 它才會比較軟爛 那再另外起油鍋 我們爆香的蔥、薑 再放進海參 或者說也可以加一些蹄味的干貝 對 蠔油、冰糖 就是熬煮之後 可以稍微有一點醬色這樣子 那再連同我們剛剛的蹄筋 跟這個藥湯 再一起用小火 稍微燉煮個5到10分鐘 那最後如果說想要勾芡 濃稠一點的話 再慢慢加入這個太白粉水勾芡 然後加一點香油來點香這樣子 西方藉由這些藥材的杏味 是 達到驅風除濕去含的作用 所以反過來對於一些 熱症的病人 就是他可能本來就比較燥熱 或是說像因為我們有這個 驅風通弱嘛 那如果說他本來就有一些 初學傾向啦 是 可能就要斟酌使用 那在飲食上有沒有什麼要 特別注意要怎麼樣吃會比較好呢 一般來講我們還是希望病人飲食比較清淡一些 那尤其是像免疫疾病的病人的話 我們有時候也還是會建議病人 盡量少吃一些容易引發免疫反應的食物 比如說像芒果啊 然後或是說像有的人吃鳳梨會 對 那每一個人可能會引發的這個食物不太一樣 所以只要你譬如說飲食有節 做其正常 然後不要有太偏寒或太偏熱的這種飲食習慣的話 通常是ok